這幾年高雄重大的建設 不管是文化建設 交通建設等等 這些硬體建設 中央補助的比例其實都滿高的 包括了高雄展覽館 30億是中央全額補助 魏武營101億是中央全額補助 也就是說高雄市不用自己再出錢 市運祖場館62億 也是中央全額補助 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 在愛河旁邊 大家都看到這一個非常特殊的建築 也是54.5億是中央全額補助 這一個港府旅運中心 41億也是中央全額補助 國道7號的相關的工程 也是615億中央全額補助 南新土地開發計畫40億 也是中央全額補助 左營鳳山鐵路地下化 總經費998.7億 中央補助的其中的641.3億 這個占了75%的預算 洲際貨櫃中心的一起工程 397.8億 民間投資181.3億 216億是中央全額補助 也是高雄市政府不用出錢 這麼多重大的建設 不是中央全額補助 就是高額補助 其實要花高雄市政府的 自酬裁員的比例非常的低 所以到底為什麼會欠下 這3125億的債 這就是大家最大的問題 因為的確高雄有建設 這些重大建設通通都走了 但是這些重大建設 在建設的過程當中 高雄市政府負擔的比例 其實是很低的 大部分都是中央 所以3125億的負債 到底是哪裡來 這是大家現在最大的疑問 看到這個表 就會發現國民黨在執政的時候 尤其是當中央政府 是國民黨在主政的時候 對地方政府的補助給的 真的沒有手軟過 然後尤其是針對民進黨 執政的南部各縣市 國民黨也從來沒有大小眼 該中央全額負擔的 中央就全額負擔掉 那麼如果看到 這樣的一個補助的狀況 你再回過頭來看到 民進黨現在的行政院 為了一條三手線 要不要多出一點錢 給台中市政府 還要這樣子拉來扯去 我覺得民進黨在這個問題上 實在就太小氣了一點 那麼第二我要提到的是 我記得上一次 我們在這裡就討論過 我再三建議高雄市的民進黨議員 給韓國瑜一點時間 不要上演這種逢韓必反的戲碼 因為如果上演這種戲碼 一旦操作不當 最後這種反作用力 不但傷到了自己 還會重創到民進黨 但是我看到民進黨 這些市議員的表現跟表演 讓我看了實在有一點失望 也覺得有一點可惜 他如果給韓國瑜多一點時間 給他一點空間 先讓他做做看 然後再監督再質疑 那麼民進黨未來在高雄市 要東山再起的可能性 會比較高一點 去年韓國瑜的民調 我在觀察 因為我是長期在交統局做民調 在去年8月23號 8月23號是一個什麼日子 就高雄下大雨 然後出現了5000個天坑以後 韓國瑜的民調快速的提起來 之前他慢慢爬 可是那個快速的 高雄市對這5000個天坑 老百姓點滴在心頭 去年發生這個事情 我秀給大家看一份資料 這是我要求審計部 高雄審計處 針對下大雨以後 為什麼會出現了 這樣子的一個調查報告 我才赫然發現有兩點 第一點 高雄市政府這三年 就105年到107年 他的道路養護的預算有多少 我念給大家聽 大家聽了都會嚇一跳 剛才你這樣講是 這是3.9億 就是鋪58公里 你看這花了多少錢 韓中央政府補助款 市府製籌款 分別是6億多 6億6 還有19億的是前瞻計畫 換句話這三年加起來 預算是33億多 在鋪馬路上 光這三年鋪馬路上 這是 再秀給大家看 這是審計部高雄審計處 在我質詢 我調的資料 他給我的回文 光這105年到107年 他養護 養護經費 道路養護經費 有中央的 有自酬的 還有前瞻計畫 前瞻計畫鋪馬路 當然 前瞻計畫做了很多的撒錢 買票的工程 這個可見一斑 請問光這三年 拿了那麼多33億的錢 你到底做了些什麼事 人家花了3.9億就可以鋪58公里 光是3.9億應該鋪多少 我們在這個調查報告裡面 他講有的路 像世間議員 說我們以前是議會的同事 我們都知道很多路 要先把它刨掉 有鋪路 世間是專業的 要刨掉再鋪 尤其是我們世間議員 他是這一方面的 工程的專業 工程專業 你不鋪 你不刨掉 只鋪後面一加加加上去 那個密切度不夠 一下雨 水一壓 車子一壓 就是這個樣子 還有啊 他還有什麼 什麼狀況 我跟大家看了 這是審計部高雄審計處的調查報告 為什麼會有天坑 跟大家報告 石化系管重建工程之自來水管 附土深度不足 你高雄市政府 要不要來負這個責任 亦造成管線的損壞 還有 管鉤回田材料 施工骨材規範不足 廠商使用膨脹性的再生潮量 然後造成裂開 還有一個 工程施工規範 細項的檢查項目 未規定檢驗頻率 光講這三件 請問你高雄市政府 要不要負責任 你高雄市議員如果說這個時候還在挑剔 韓國瑜至少他敢做 我要把這個五千個天坑的道路 我把它鋪好 我再跟大家報告 另外一個事情聽了會更氣啊 大家都說高雄的負債 兩千二百三千億 高雄市政府那時候 說沒有沒有沒有 只有兩千四百八十億 現在韓國瑜進去了 發現有人這樣 我相信不久了將來就會掉到 有人高達三千一百多億的 三千一百二十五億 請問你高雄市政府中央補助款 我再講給報告給大家聽一個數字 政府在這些年來對高雄的補助款啊 你聽了都會嚇死像魏武營啊 還有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高雄左營市鳳山地下化的中央補助 75%六百四十億 高雄展覽館三十億 魏武營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 通通是中央政府出的啊 四雲竹場館 陳菊在第二天的時候 辦個四雲的時候 大家記得竹場館 通通效益部出的 海洋文化流行中心五十四點五億 通通政府出的 反正總共加起來啊 這邊的資料 光中央政府這幾年 總共補助了多少錢 一千兩百四十億 我要跟大家報告 像舉例啊 像高價地下化 在台北市中央一半 地方一半 我想世界一員當一二年 像我們的捷運也是 中央一半 我們一半 高雄不是啊 中央75他們25 你還欠了那麼多的錢 你還弄了那麼多的豆 你高雄生是一位 你還好意思嗎 你的臉皮在哪裡啊 呀 而且